授期典禮由全國體協理事長李立騎主持 中華隊的領隊馬濟林代表接受 然後交代了六指六順的黨籍官陳偉 中華隊正在明天上午 一早就要出發到菲律賓參加亞洲蔚藍球賽 我們在他們出發的前夕 來聽聽他們這次所下的決心 以及他們所抱緊的目標 我首先呢 先訪問全隊最高的曾偉 他是 也就是黨籍官了 剛才授期典禮 你拿到這個國旗 在出發之前 你個人的感受是什麼 我覺得這次我們 這責任非常重大 就是 我相信我們全體 大家會一致的奮鬥大體 進行全力的力量去爭取這個容疑 希望你能夠成功 接下來這個呢 也是全隊高大的一員 也就是中華隊隊長 吳建國 對國內的表現 這幾場之外 都雖然不夠理想 我們現在改進的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 這個 盡情啊 最高了 這個 主任主任之間的默契啊 也搭配得很好 就是這個 那麽這麽 也很了解 因為這個 最希望就是 希望所有人 能夠再給我們的信心 讓我們再給它 能夠在那邊 能有很好的表現 昨天晚上啊 今天上午 你們出發之前 還在練球 你覺得 這種練球啊 是不是對你們 非常的重要 對 因為 在這個 我們昨天 跟今天早上 練習 是做中在這個 方法的細節上面 尤其細節上面才是要使敵人 我們打到敵人的致命上 所以我們昨天研究得很透徹 我想到那邊的話 大家再聯繫一下 國家沒什麼問題 好,謝謝您 請您談一下 這個球隊的這個士氣 是不是我們將來 到菲律賓作戰最重要的一環 您看法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 如果技術水準差不多的話 那士氣也是非常重要 那 剛剛他們的教練 還有吳建國成為也想過 這一次我相信 在國內輸打得不好 輸了那兩場球 對我們準備來講 可能是一種 會有好的效果 那將來 到這場比賽的話 這成績 據說他戰過 可能因為在國內輸了這種球 就嚴肅改變了 而且這時候我們隊員呢 能夠通勁師同 自動地接力好 這個隊員我們可以 設施有一點幫助 而且這個幫助在什麼地方 使大家的談截 而他們的重複 手 캎 所以我們身體的重複 我們絕對 很難的 發展 這個 正在非洲的情況 我們針對了印度 伊朗 在中華隊行前,與眾經常的經營全體的職位, 在中華隊行前,與眾經常的經營全體的職位, 要以最大的努力爭取國家的榮譽, 同時全國的同胞也希望他們能夠支持近乎勇, 以哀兵的心情而傳回連串的捷報。